欸 對不起 唉呦 哇 欸 打嗝 我曾經上次在鬼異的時候 看到有人降價的時候 你不會有利益體質吧你 你 會 還在打 沒有用是吧 沒辦法 不知道怎麼搞的 還是你懷孕了 你不要弄我 我跟你講 有可能喔 蛤 有可能 最近我們 應該不是我的 你隔壁老王 我要問一下喔 蛤 你懷疑我 蛤 不是 你到底怎麼回事啊 沒有 就一直打嗝 打不停啊 一直打嗝啊 哇 欸 不然這樣好了 不知道有沒有方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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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這樣子 就是 你先回家休息 我一個人來主持的時候 你幹嘛這樣啦 主持份我一個人領 我來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這樣 蛤 哇 天啊 我其實都很難過 等一下 我們想個辦法 馬上幫你處理一下 好不好 有辦法嗎 有 有 有 來 來 大哥 就是停不了 怎麼辦 最快樂的時光 最快樂的時光 就是大口大口吃零食了 想想等一下要去看電影 還是出門逛街shopping呢 那得趕快先去化個妝 跟換衣服囉 欸 怎麼會這樣 該不會剛剛吃東西吃太快 造成胃脹 嘿嘿 沒有關係 用手將鼻子掐住 只用嘴巴呼吸 就可以停止暫時性打嗝 還有第二招 就是用冰水 可以藉由溫度 來刺激舌頭的神經反射作用 可抑制和中斷不自主的現象 所以仰起頭大口大口的喝冰水 如果怕太冰的話 也可以用冰水漱口 讓打嗝停止 效果是應人而異喔 還是打嗝打不停的話 這時家裡又剛好有檸檬 就拿去洗血切片 含在嘴巴裡 並將酸溜溜的汁液給吞進去 就可以停止打嗝聲喔 當然怕酸的人 就不用這麼勉強自己 是可以選擇大口吃巧克力的 沒有巧克力 可以吃家裡必備的砂糖 或是香醇花生醬喔 有了這些食用的小廟方 再也不怕東西吃太快 而吞進過多空氣 產生打嗝不止的囧狀 利用這四大招數就可以搞定囉 方法一螺框 你剛剛沒有跟著做是吧 看用看的怎麼做 那不然我跟妳講 這個壽性安靜 安靜 怎樣啦 我耳末快要破了耶 有沒有嚇到 沒有 我耳末破了而已 但是人家都是用下的方式 我們就打嗝就好了嗎 沒有耶 那你這個打嗝的是 比較有點嚴重 真的很嚴重 病入高荒行啊 那還有一種方法 來 看到沒有 碗 一定要吃碗喔 你不要用塑膠碗 雖然有沒有用喔 對 然後呢 放在頭頂 然後呢 扶好 這樣有用嗎 我跟你講你要仔細寧聽 仔細寧聽那個碗的聲音 跟感覺要內心細 來 你在做法嗎 不是 再聽一下 再聽一下 你在做法是不是 民間的這種偏方 說在頭頂放一個磁碗 然後這樣敲敲打 你就聽那個聲音 打嗝就好了 怎麼可能 沒有好耶 這個方法太瞎 太瞎了 你要在做法 那我真的要使出比較勁爆的一招 好怎麼樣 白飯 整碗 來 限時十秒鐘整碗吃完了 我不要 我吃飽了 以前媽媽都這樣講啊 大哥 拼命吃飯 杯飯 一咬 噴一直吃一直吃 大哥就好了 整碗吃完就好了 那我就胖死了 一大碗 好 那我再死一招好了 來 塑膠袋 這塑膠袋呢 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呼吸 呼吸 不要 這很痛苦 我覺得你把它照起來 你比較美喔 那你照起來你比較帥 我沒有承認我帥過 我雖然是偶像派 但是我還ok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照起來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就是因為你的那個神經系統太過興奮了 對 所以你用這個塑膠袋這樣套做二氧化碳 去做一個刺激 重新整理你的神經系統 所以是不是有一點像以前我那個換氣過度的時候 要這樣吸 那是換氣過度症候群 實在有點雷頭 你那個是因為血中養分太多了 要增加二氧化碳 那是不一樣的道理 跟人家說打殼會長高啊 蛤 你這個年紀還想再長高啊 快打 怎麼樣這個方法 我很想長高欸 你不願意試 這方法 好有空再試試看 有空再試試看這樣 好 那還有一種方法 還有什麼方法 看到我這邊準備這一大鍋的水沒有 對 我現在筷子放在中間 來喝 這碗水 但是你不能拿起來 而且你要從遠喝到近 你現在頭呢 嘴巴伸到這邊來喝這個水 你可以示範一次給我看嗎 很簡單啊 就這樣啊 是這樣嗎 我不要 你不要 好醜喔 這個方法也有他的邏輯 你以為我在瞎搞嗎 真的嗎 這個方法是這樣 為什麼要喝遠的呢 因為你就要你這樣 身體彎下來有沒有 然後讓你的那個呼吸器 這個呼吸系統啊 稍微的壓抑住 那壓抑住呢 你可能就可以 重新整理一下 你的神經系統 重新整理喔 對對對 我叫他重新整理喔 他就有點類似這樣憋氣的原理嘛 因為你打嗝以前都叫憋氣有沒有 你不要呼吸 對 像這個是稍微有點這種道理 對 假如說我媽媽啊 教我一個方法 他說你在耳朵 下面 然後你現在耳朵下面一個指頭寬 然後往前算 往前算 大概兩指一指這裡齁 你壓壓看 這邊有一個凹凹的地方 喔有啊 有對不對 用大拇指兩側用力壓下去 然後深深吸口氣 靜止呼吸 用力壓 對啦 就是你這個豬頭壓 對 不要停 忍住 然後用力壓 豬頭可以呼吸 有沒有那個壓的地方感覺到痛 有啊 有對不對 很好 不要停 好放 不行 我媽以前教我們這種方法 真的喔 我跟你講 我覺得啦 有時候還真蠻有用的 嗯 後來我就問我媽說 媽 是不是這個穴道太神奇了 他是這打嗝是吧 我媽說 欸 關於這麼深厚的道理 他也不懂 但是呢 我們只要壓下去呢 這邊會很痛 對 因為他是穴道嘛 對 你會痛 那不小心因為痛 你就轉移了注意力你知道 然後再加上靜止呼吸 也沒有到真的很痛啊 小痛啊 就是有一點點痛 但不會很痛 對 稍微這樣對不對 所以沒有其他的方法 比較屬於我有氣質的方法 好 臺安醫院的副院長 夠有名了吧 有名 醫學界他有背景 有名 他就教我們一個邏輯了 他說你打嗝呢 是因為你身體有一個神經系統叫什麼呢 迷走神經 迷走神經 因為他迷路了 所以讓我一直打嗝 對對對 差不多這個意思 是這樣嗎 迷走神經呢 因為如果說讓你的胃噴門啊 他導致他往你的上面心臟這個方向提升上來 因此去壓迫到你的橫隔膜 所以你就會有這個打嗝的現象 你可以講快一點嗎 是是 所以你現在這個時候就是要壓抑他了 壓抑住就沒有問題了 那怎麼壓呢 所以你只要讓橫隔膜這個部分 胃噴門這個部分壓抑住 怎麼樣呢 來伸出你的右手來 掌心向上 左手大拇指伸出來 好按住你的掌心 右手掌心 有沒有 用力按 這裡就有一個穴道了 你這樣在按他的過程當中 你的打嗝慢慢就會好了 那你可以這樣邊按邊搓揉 有沒有 有痛的感覺 要有痛的感覺 當然這個痛不是說一定很痛 因為這裡地方畢竟不會太痛 所以只能按右手嗎 沒有兩手交互按 兩手交互按 那如果你要按很痛的話 你現在按這裡虎口 虎口這裡 哇超痛 哇真的耶 那這個超痛 但這個是對胃的部分 對 你這樣按按按按按 怎麼樣 有沒有 有比較舒服 我剛剛有隔氣 舒服一點對不對 有隔氣出來 有隔氣難怪有味道 按下去就隔氣出來了 好像真的有效耶 有沒有 你這樣按按著 然後左手交互 這樣子按 用力按 對嘛 這方法好嘛 叫我這樣喝水 能看嗎 你不要瞧不起我們 自古以來老一輩的傳統智慧 也是啦 這都是一種傳承啊 所以捏著鼻子喝水就好了 也可以 反正這麼多 我們來治療打嗝的方式 大家可以一個一個來試試看 是不是你就試到哪一個對你特別有效 以後就用他就好了 對 好不好 再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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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就好了 快好了快好了